应该露出了左边最左边的红球 莫非也是选择推下去做黑球 他是发力打进来做篮球 刚刚我们刚说完 今天两位球员长台的准度 马上莫非就是表现了一杆 相当可怕 这一杆K的也是相当的好 一个贴裤都没有 全部都是停在球台的中央附近 看看黑球有没有被两边的红球挡住 如果挡住的话 这两颗红球应该就是莫非进攻的重点了 还是回去 吃到了中代的桌角 这个干法莫非是没控制好 稍稍稍的高了一点 本一是想吃到中代的上方一点来做低分值的彩球过渡 看看莫非 会不会选择打篮球的底带 哦 准 确实有准度所保证啊 调整起来也会变得这个简单很多 直接很多 调整了这么好 出现了一个简单的失误啊 其实这个也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 对 其实有时候这个难度大的球 放了更多的精力进去以后可能会打进 对 往往就在这些这个没有难度的球上面 掉以轻心而造成失误 就是有的是我们平时玩的时候 这个干法都用的特别好 走了一个特别好的位 心里正一阵爽 可是走的特别好的位 接下来的那个进攻呢 又没有打进失误了 非常的遗憾 刚才丁九辉也是尝试用一裤来勾戴口的红球啊 本意是想做黑球 左边底带 结果力量稍稍大了一点 防守 稍稍打厚了一点啊 给丁几回忆留下了左右各一个中长排的红球 看看会选择哪一个 好像两边都不太好打啊 还是选择这 还是选择粉球右下侧的红球啊 打在房 看看能不能跑回去啊 打厚了 本意是想从黑球下面穿出来 看看有没有给摩飞留下机会 摩飞向着进攻 靠近底裤的红球 这个球也是难度不小啊 哎 打进 这个力量也是 刚刚好 应该会选择先做篮球的下边的红球 中带 看看这个角度可不可以 碰伞中间的红球堆顺便做到黑球 看看莫菲怎么选择 莫菲还是想做单脚黑球 力量大了 还可以 应该会选择 低竿 叫黑球 同一侧的带 又是有一点直啊 这个角度 看看 可以做红球堆右侧 也就是粉球下面的红球中带 也可以选择低竿拉一裤 做最左边的红球 莫菲也是 做右边的中带啊 这个球其实应该可以 弹一裤出来 做左边的底带 还是打了 应该打薄了 这样一个进行 因为对下的机会 莫菲确实啊 刚才这个选择 应该还是存在一点点问题 因为毕竟 红球与库边之间 这个空间啊 太小了 要像做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位置 确实这个力量和干法的 控制 有很大的难度 也是多走点 或者少走点 就会差很多 对 碰到了咖啡球啊 看看咖啡球还有没有进球的线路 应该没问题 应该没问题 会显得弹 右边一裤 应该看看有没有组合球啊 好 还是选择用架杆 打右边 第二颗 选择推库来做黑球 看看粉球还有没有进球啊 如果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就只能继续用架杆打黑球了 非常的薄啊 这个黑球也是 红球堆 最左侧的红球应该还是有单独下球的这个线路啊 粉球下面的红球看看 都可以选择 都可以选择 嗯 听起来也是连续几个啊 有难度的球的过渡啊 都是没问题 目前还主在这个调整阶段 kolej了 开球了 好的 4 2 5